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向环老师,孝老师 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2014年中年级画杯赛复赛历年真题的经讲 那我们进行这个几何与技术篇 那在这一篇当中我们会涉及到两个环节 几何和技术,对吧 讲的是图形和数数的事 那么在这一讲当中我们都会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我们下面一起来看 我们把这个几何和技术分开啊 我们看几何这块我们在历年的这个真题当中 看看涉及到哪些东西 第一个是角度问题啊 就是说呀我们这个复赛啊 或者说决赛和初赛是不一样的 初赛的题目可能比较基础 对吧难度不是很大 那我们复赛呢 虽然说这个难度上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他的这个题目考察的类型会比较这个拐弯 明白吧 诶训练你的思维 对你思维这个灵活度的一个考察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列出来这个角度问题 而不是列出来具体考察哪一个知识点啊 因为这个角度会进行一下综合 考察的一个知识点啊 可能比较多 那下面是面积 同样的道理 这个面积啊 也会涉及到面积当中的各个知识点啊 也不会精细到某一个知识点的地方 之后是立方体 那立方体啊 长方体和正方体 对吧 我们会涉及到表面积或者是体积之类的啊 这是讲的这个几何 下面我们说这个技术啊 在这个以往的花呗赛当中 都会出现哪些类型呢 第一个肯定是有序的美举 对不对 这个在历年的这个呗赛当中啊 他一般都会出现啊 因为这个他上手比较容易 但是你能做对 这可能就不太容易了 对吧 这是有序美举 第二个图形技术啊 就是数图形嘛 对吧 那图形技术 其实你上手也很容易 但是你能保证不重不漏 这一点还是有难度的 对吧 我们之前教过了这个图形技术的这些技巧 如何进行分类啊 大家应该都明白 那好 我们这个环节讲的是地推技术 就是说有类技术题啊 它是通过这个一点点的递进 有规律的这样来进行的 这块呢叫做地推技术 那我们看今天这一讲当中啊 会出现什么样的地推技术的类型 那我们把这个知识点啊 考点这块介绍完了 那下面正式进入我们真皮的将节 那好 同学们我们又进入了这个画面啊 看我的头上写着必胜 那么在这里呢 祝愿大家在这个啊 画背赛决赛的这个考试当中啊 必胜啊 考高分 那好 我们看一下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是这个第18届画背赛决赛的这样一道真题啊 那它考察的肯定是几何 我们看看它是如何考察我们的 说呀 将长方形纸片ABCD 看见了吧 长方形纸片ABCD 然后按这个右图的方式 也就是下图的方式啊 折叠后压平 是三角形呢 DCF 这呢 DCF 这个白色三角形啊 就沿着DF这条线啊 然后向左下角折啊 折完了之后变成什么样子呢 变成了DFE这个样子 看见了吧 变成了这个灰色的这样的三角形 那这个折完了之后 这顶点E它肯定像好在这个AB的边上 对吧 而且还知道了一个角度是谁呢 知道了这个角1 它的度数呢 是20度 看见了吧 那问题来了 那问题是这个角2 它是多少度呢 那你看呀 你这角2和这角1 它都不挨着呀 是不是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 这个角1 这个通过这个角1 至少这个角2的度数呢 你看看这个题目当中的这个关键词有哪些啊 它所提供的信息有哪些 那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对折过程 对吧 那对折我们肯定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啊 对称对不对 有一个对称轴 并且关于对称轴啊 两边的这个图形啊 完全一样 那就是对称了 我们肯定能够马上想到一点 对称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啊 相等啊 相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是不是 那我们看这个图当中 既然对称 DF是对称轴 所以说角1 它和哪个角是相等的角啊 和这个角 对吧 这两个角的度数是一样的 全是啊 20度啊 那同样道理 那我们在这个灰色三角形当中 你看这个角是吧 和这个角 哎 它也是相等的两个角 对不对 那你看呀 这两个角特别好 是不是啊 如果说我们要想算出这角2的度数 你看了吗 角2和这个角 我们把这个角不妨叫做角3 一会儿说起来方便 好吧 我们写上它叫角3啊 角2角3和这个角啊 这个角我们叫做角4 这三个角合在一块啊 它是一个平角 平角就是180度呀 那我们要想算出这个角2的度数 用180度 只要减去角3和角4就行了 也就是说啊 这两角是相等的 对不对 只要知道角3等于什么 那么角2它绝对可以知道有多大 是不是啊 关键就是那个角3 那我们看啊 那角3 它也在这个灰色三角形当中 对吧 我们知道角1它是20度了 对吧 想要算角3 还有一个角 对吧 哎 这个顶点在E的这块 这个角啊 那这个角是多少度 我们如果能知道 这就太好了 是不是 那它是多少度呢 它你看啊 对着就是对称 对不对 那我们刚才找了两对角是对称的 相等的 哎 还有哪个角啊 是不是你这个角C这个角和角E这个角 它也是相等的呀 对吧 你角C的多少度 它是个直角啊 对吧 你写直角符号啊 90度 对不对 那你这角E是不是必然也是一个直角呀 哎呀 这就太好了是不是 那么在灰色三角形当中啊 你这个角E知道了 对吧 你这个角E它是一个直角 那你像想算这个角3 是不是太容易了 好 我们列个算式啊 角3的度数 它等于啊 用三角形的内角和180度啊 灰色的内角和180度 减去20度 减去这个90度 对吧 减去90度 减去这个20度啊 当然你直接用90度减20度 其实就行了 是吧 等于70度 也就是说角3等于70度 那么角4也等于30度 你要算角2 再简单不过了 是吧 那么角2的度数 我们可以知道 用平角的这个180度 减去角3 角3是70度 对吧 角3是70度 哎 角3是70度啊 结果黑板不是很好写 滑掉重新写一遍 写在这里了 好吧 减去两个70度 角3和角4嘛 所以说得到这个结果 就是角2的度数 好 角2的度减去140度 所以说角2的度数 哎 它就是40度 对吧 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做完了 角2的度数是40度 好 我们总结一下啊 这个题目呢 其实刚拿起来看的时候 可能感觉有点复杂 对不对 但你仔细想 我们已经有经验了 在这个题目当中 告诉我们一个对折 对折就意味着 对称相等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之前的积累啊 非常关键 有这个相等之后 我们通过不停的转化 完全可以把这个 角2的度数 转化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角度的问题啊 其实就是一个 转化的问题 对